TLPGA逢观战台湾大哥大女子公开赛 12月22号将在林口东华球场点燃战火 LPGA女将台湾一姐徐薇林 还有近况火烫的李明 一记TLPGA奖金后五家宴等多达86位顶尖好手 将同场争夺高达500万元的总奖金 可能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86位我们的女子高手来参加 那我们也希望激励大家 我们也把奖金从300万提高到500万 那希望在这么多好手如云的前提下 然后再加上奖金的激励 大家都能够打出很好的成绩 那我们这个女子公开赛之前 也有一个记录 就是有四个一杆进洞 希望今年看看有没有机会 大家能够打破它 除了赛事规模升级 开球典礼上 今年在东京奥运 拿下台湾高尔夫球史上 首面奥运同派的潘振从 也特别以神秘嘉宾的角色 到场为选手们加油 真的要特别谢谢这种长期赞助 高尔夫球的企业 因为这个尤其在一起年 其实大家募款或者是赞助比赛 都相当的困难 那我觉得台湾大哥大 已经连续五年了 甚至今年把奖金 从300万增加到500万 这对选手来讲 或对整个产业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所以在这边要特别谢谢台湾大哥大 那我觉得女生选手 其实台湾一直以来都比男生强 那我相信未来的奥运 他们也非常有机会多拍 在台湾大哥大的权力支持下 小潘也看好台湾女教 未来有机会在国际赛场上 再创夹击 精彩的2021台湾大哥大 女子公开赛 在博斯高球二台 以及台湾大哥大 官方YouTube频道 都会带来全程转播 邀您一同见证 TLPGA年终大赛的顶线对决